中国女排和朱婷最近几个月打了很多女排比赛,让中国球迷看得十分开心,尤其在亚运会上,以巴克3比0横扫了韩国、日本等所有亚洲强队,拿到了亚运会女排金牌,现在2018年的最后目标就是世锦赛金牌了。 朱婷和李宁等中国女排所有球员在战的时候,迎来打利好,就是主力球员,2016年奥运会冠军选手张长宁复出了,之前张长宁一直伤病,加上在亚运会女排打日本当天,张长宁爆出订婚消息,却没有获得任何女排教练球员的祝福,让熊妮们很担心,害怕张长宁落选国家队,现在看起来, 没什么大事,张长宁在世锦赛正强训练,已经出现在世锦赛中国女排参赛名单上,这对朱婷是大利好,有人打朱婷的对角线位置,有人给朱婷当保障性主攻了。 毕竟如果朱婷与李盈盈搭档的话,朱婷需要给李盈盈当保障性主攻,希望攻击力天下第一的朱婷去接六轮一场呢,求你纷纷说,朱婷不瘦身就好,朱婷,李盈盈,张长宁,进攻火力都很强大。 张长宁如申请恢复不好就参加赛事,那他将是第二个阳王旭,其结果是,一,保证不了伤前竞技状态,从而使队伍战斗力下降。 二,延长伤病恢复时间,对以后的运动有影响,七派宝宝伤病痊愈,是锦赛大放异彩,为国争光,被夺冠立克兰露骨,辛苦你了求你心中女神,张长宁九五年十一月到二十四岁,了。 张长宁不大会打手发,在二换三时可上场打打,找回状态,还一种,就是朱婷在前排时,张上场做保姆主攻,如张长宁身体能打,如能改打结衣,这不是下策,而是上策。 中国女排女排姓盛,郎婷姓盛,谁姓呢?封闭训练还有人知道秘密,郎婷还封闭个啥景,好像曾春泪不胜奥运冠军,你干脆说,李盈盈天下无敌算了。 小编认为,朱婷和李盈盈首大主攻,张长宁客串接应,你们觉得怎么样?张长宁的老公无关系,好帅啊,身高二百一十厘米,天哪,你们觉得呢? 小编认为,朱婷和李盈盈首大主攻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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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盈盈首大主攻